人生路上總有陰情越缺 當遇上困難的時候 有些人能夠勇敢面對 不過也有些人受到困擾 一時想不開而產生自殺念頭 根據死因裁判官報告 本港2013年有1040宗自殺個案 較2012年上升超過20% 而他最終去到自殺那一刻 只不過是某些東西激發他做出這個決定 但其實我們所知 很多自殺傾向的人士 本身一向有很多不同的情緒困擾 很多東西一直益壓 在整體的自殺個案當中 男性和長者比例較多 黃展康指出 原因可能是因為男性比較少表達自己的感受 過分抑壓自己 而長者方面 可能是因為老伴離開 或因為身體差而覺得自己沒用 甚或成為了家人的負擔 而產生自殺的念頭 薩瑪利亞會會為有需要的人士 提供24小時的防止自殺服務 我們只不過是希望給一個渠道 給一個平台這些求助者去抒發他的情感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這些打來求助的人士 其實他會覺得沒有人了解他 或者他有些情緒上有些困擾 他不想讓他身邊的人知道 所以他反而會打開求助熱線 希望有一個人可以聆聽他的心事 或者給他傾訴的時候 從而他自己可以了解他自己的情況 去找一個出爐出來 Larry的好朋友在2003年自殺 令到他很自責 此後他參加了薩瑪利亞會的義工服務 希望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士 避免悲劇再次發生 他呼籲大家可以多些關心身邊的人的感受 大家留意 身邊的人、你的同事、你的家人的感受 即是那個感覺 其實可以主動去問那個感覺 那個感覺包括你是否… 即是主動去問 包括你今天是不是很生氣 你是不是覺得很不值 或者你覺得很掛著某些東西 你是不是覺得很寂寞 覺得很孤獨 這些問題主動去探索 你對身邊的人 對防止事實也很有幫助